大家好 我是Carrieodlesangawa的地產經紀 今日跟大家分享一個 avionengoriji市中心 Landsdown SkyTrain站上蓋的地產 他在2018年建造 gran破 podr 全棟樓樓高17層 我們已經是店家程格 recorder by chapter 16 樓 我們有複式單位 單位套裡紙上 STE多25樓 單位的面積大約1430呎 有四间房、三个洗手间、两个充电车位和一个座椅 我们先去露台看看风景和方向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在Richmond市中心的大楼 石屎楼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 这边的露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设计 然后上面望到这里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设计的楼上 它的结构主要是楼下这一层十六楼 就是客饭厅街、一间睡房和一个full bath 楼上就是三间睡房、两个洗手间 我们先看看方向 方向的话我前面是向南的 这一条是三号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车和都会有sky train经过 这边向南方向 再前面少少就是Richmond center 接着我们在Lansdown Mall 但Lansdown Mall 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 因为Lansdown Mall 在这一层楼的后面 走过去是两分钟左右 而至于Lansdown SkyTrain站 向后走少少就到了 我们的旁边没有指望 这边就是西边 所以是看到日落 那边的方向就是机场 大家走到露台这个位置 向北边望 都会有雪山的风景 附近围着我们都有不少多新的建築 所以这个地图 感觉上景观都相对会维持得久一点 这些都挺新的 前面这边就是东边 那边今天天气很好 而且能看到很高 可以很清楚看到东南边的Mount Baker 是那个方向 再远点过去就是Delta Suri 就是我们住那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建築 最靠近楼下是什么 其实它在Richmond市中心 它的配套都很好 所有东西都有齐了 就是我们楼下这些东西 就有些龙黄包翅 饮茶 跟着不同的食肆 以Bishu是吃日本东西的 Staples是文具店 有皇家银行 对面这个Mount有Coffee Shop 有街连呼吸市场 都还有一些小小间 比如米线店 上海吃上海菜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那些配套 都是Walking distance可以走到 后面Land Star Mall 又有大统华 又有Best Buy等等 Wichmond Centre可以走到街上 那我们现在进到Unit 露台进来没有进来 这里其实就是客厅地区 你可以看一下你喜欢 这里放沙发 这里放电视 这里放很大的墙壁 这里中间这个灯位 其实是一个饭馅位 大家可以安装吊灯 也可以放到几大的餐桌 然后这里进来就是厨房位置 厨房的话它的设定就是一条长条形的厨房 再加上一个比较长的Island 我们看一下厨房 它的电器的尺寸也是比较大的 那牌子呢 这个冰箱是32寸的 然后牌子是Bosch 下面有两格冰箱 这些冰箱也是金属来的 因为它向南向西 所以阳光真的很好 这个建筑也是有冷气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会不会太热 这些上面白色也是储物空间 这些上面白色也是储物空间 担心是Bronk 它的楼头是比较特别 它是很大 是36寸的5个gas楼头 所以大家家如果有些比较大的煲 都可以放到 不会说一个大煲 其他几个都用不到 这些上面也是储物空间 包括黄色这个上面也是 然后牢头下面也是储物空间 然后有些桂桶 我就不全开给大家看了 然后来到这边就是两个焗炉 除了下面传统的大焗炉之外 上面还有一个steam oven 就是有steam的功能 配置在这些位置 你用起来比较方便 不用抹身 下面还有一格储物空间 中度位置的比较大的sink 下面储物空间 这边是洗碗碟机 洗碗碟机的牌子也是Bosch 然后这边就是微波炉 以及一些柜桶 这个island的话 应该都会坐到三四个人左右的空间 舒服食物可能三个人 中间有洗手盘 饭厅位置在这里 我们现在上去楼上 看了三间房之后 再下来看正低的小房和洗手间 主人房是corner 它就去到楼上最小的位置 所以两边窗 一个是看南边 一个是看西边 这个房的size 都应该会放到king size床 然后我们去看主人房的洗手间 主人房的洗手间 它是做到5 piece 这东西在现在大部分 新condo都买了一件少 有shower stove 全部都是铺砖 然后下面都是铺砖 有一架进去 有一个可以拿的花灑头 这边就是bath tub 就没有花灑头 直接是水龙头 然后是座廁 然后有两个sink 下面都有储物空间 然后这两个都是medicine cabinet 都打开可以储物 另外洗手间也是new heat 即是冬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设置地暖 进来的时候便会舒服 我们先看看衣柜 这边门口进来 有一个walk-in closet 都做好不同的架 櫃桶给大家放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看另一间房 刚刚看到第一间主人房 这间是second bedroom 方向向南 其实全部都有窗帘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遮光 算不算遮光 如果大家想再去买遮光窗帘 都可以 然后这边有两个双门 closet 都挺大的 然后我们看看楼上第三间房 首先我们看看洗手间 楼上另外两间客房 便会用这个洗手间 它是三个 有sink 櫃桶 以及座廁 是浴缸 它是挂浴簾 一个shower head 然后这个 就是最小的房 楼上 也是一样 衣柜在后面 它是打开门的衣柜 假的数目便较少 主要是一条通 特别之处 就是这一间房 也会有一个自家的露台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这个露台 当然跟下面的比较小 不过也挺舒服的 看到它在南边 有些风景 可以出来透气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已经是顶楼 上面就没有unit 我们是paint house 複式的二楼 刚才我们说 这个unit有四间房 刚才三间房主要在上面 这里有第四间房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客厅的后面 这间房的尺寸就够大了 queen size床 再放书桌都可以 不过它是没有窗的 因为在里面 所以我们叫它 尊业4bedroom 或者是三房加 guest room 它也有自己的衣柜 空间上都可以的 我觉得这些有亲戚朋友 来做麻雀房 挺好 在房子里打麻雀 然后这一层 也会有个full bath 即是说其实发展商当初 去设计这个的时候 都会预计那间房 是可以试人的 full bath 就是门口进来这个位置 跟楼上的客厅一样 都是bath tub 加shower head 门口就在这里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unit 它就没有太浪费位 即使是corner unit 门口一进来 这边就是一个 比较大size的washer dryer LG是个牌子 旁边这个就是挂衣 closet 简单直接 门口两部走廊 有洗手间 接着已经进来 这边都是一些空间放东西 楼梯底空间的 楼下还有个locker 如果不够放的话 这个空间挺深的 这个空间 这个里面都可以开灯 我们的unit就是1603 这个建筑的门牌号码 是503楼 属于Richmond 现在的挂牌价 就是149.9万 即150万左右 然后它总共有四间房 两个车位 都是在窗户 即是side by side parking 然后室内面积 不计露台那些 就是1431尺 四间房 三个full bath 管理费就是647.8 每个月 这是每个月的管理费 方向就是西南的corner unit 我们已经辛苦 找到这个在三楼的会所设施 其实这个gym房也挺漂亮 进来有镜子 然后也有很多跑步机 不同的单车机 健身器材 这边还有楼梯可以上去 楼梯上到这个位 大家看到全部都是镜子 可能是跳舞房 瑜伽房 女生健身球 那些大玻璃 看出去都会是街景 可以看下面的健身设施 我个人感觉 来到这个建设 我觉得它的设计 做工方面 都是比较高级一点 定位比较高的建设 Bidi本身也是一个很出名 和挺好的发展商 所以内部的方面 都是做得不错的 进来的升降机 大家会觉得比较光满 全部都是镜子 因为有些建设 我们都会看到 可能比较暗一点 这个很光满 又可以照相镜 最适合的女士 我们总共有两部升降机 可以上到16楼不同的单位 这边看出去 其实街上走出去 就是No.3 Road 就是天车站 Skytrain 桥底 走出去两部 就到Skytrain 桥底 走出去两部 就到这边 到这边 它是Match Find 90号和91号的两个车位 是相互相互相互 后面有充电 大家看到目测 我这部是Model Y 即是一些中型的SUV 大型的SUV都放到 就两个位 走去刚才Lobby大堂 直到那些黑色门 深灰色门的位置 就是了 都是很近的 走两步就到 进来的话 都不需要兜很多弯 因为其实是同一个leve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